罗曼·罗兰说 生活最沉重的负担不是工作 而是无聊 每个人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 才能让自己有动力和激情去坚持 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 是对人生做家法 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 则是对人生做减法 不知道你是在做人生家法 还是人生减法 年轻的时候 绝大部分人会有很多想法 什么都想要 什么都想尝试 人到中年时 才会发现人的经历极其有限 一生中只要做好一两件事情 并且做漂亮了就足以 当一个人抵达生活的极限后 就会山凡就减 让生命变得更加纯粹 更有效率地追求人生中 最让自己感到愉悦的事 好的生活不是贵价格 而是贵品质 不是贵物质 而是贵精神 生活不是越复杂越好 而是越简约越好 化繁为简 便是一种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最完美的生活品质 往往讲究一个人 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 至少是以下三位一体的生活方式 拥有思想的读书生活 开阔见识的旅行生活 健康身体的运动生活 读书的生活方式 俗话说 一日不读书 无人看得出 一周不读书 开始会爆粗 一月不读书 智商书给诸 读书能使人心鸣眼亮 这就意味住 不读书的人如同瞎子 你的思想 就是你这个人的眼睛 没有知识的获取和积累 思想和精神就是空洞的 不读书的人 思想会停止 读书的目的 不是为了反驳别人 而是为了丰富自己 读书能获得工作技能 提高个人素质 培养思想深度 和满足精神需求等 读书是在别人思想的引导下 建立自己的思想 读书不要贪多 而在于精读 并且在读的时候 学会思考 独立性 才是一个人读书 所带来最重要的品质 一个人一旦缺乏思考力 就不会有判断力 也就更不会有鉴别力 在纸醉金迷的好莱坞 失去鉴别力的人 很容易迷失在烟酒和药物 等等的花花世界里 性感女神梦露 却有着另一份 与她外表完全不符的生活 读书 梦露这一生读了很多书 她的书单 足以秒杀某些现代文学博士 阅读 成了她学习的最好方式 在闪光灯前 她媚得不可一世 但在真正的独处时 是读书让她的美丽 安静地绽放 当你通过读书 思想有了深度和高度 看问题的角度也就不同 所追求的境界 自然也会不同 本杰明弗兰克林说 向知识投资付出的利息最少 而我则说 向知识投资 是回报率最高的无形资产 越读书越有气质 越读书越有内涵 越读书越有智慧 越读书越有品味 这些看不见的修养和品味 都会悄无声息地 融在你的生活中 你的思想有多高度 你的生活品味 相应的就有多好 旅行的生活方式 如果人生是一场旅行的话 那么旅行便是另一种方式的读书 奥布斯迪尼斯说 世界是一本书 而不旅行的人们 唯独了其中的一页 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有人说 它能增加你人生的事业 有人说 它能增加你人生的维度 这些都没错 旅行的真正意义 不是看见新的风景 而是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 旅行是唯一花了钱 却让你内心变得更富有的事物 很多人说 身边的世界很小 都早已厌倦 外面的世界很大 应该出去看看 如果逃离旧的环境 却没有改变旧的心境 那么所谓的心自由 也只不过是一种假象 装装样子 自欺欺人 旅行并不是为了让你逃避现实 而是让你更好地认识自己 和这个世界 旅行总让人谦卑 因为你会看到人的渺小 世界的伟大 旅行最大的魅力 在于不断地探索未知的世界 在伟大的摄影师 布列松的作品中 总会发现他在不同国家 不同城市的街头走走停停 来记录所看到的一切 这种不疾不虚 波澜不惊的生活状态 就像人生一样 最初生那一刻起 我们每个人便开始了 慢慢的人生旅程 人生是一段旅程 在旅行中遇到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景色 都有可能成为一生中难忘的风景 人生的丰富多彩 也体现在不同的旅行中 旅行也是热爱生活的一种特别表现 从不出门的人 内心必定是满腹偏见 旅行的真谛 不是运动 而是带着你的灵魂 去寻找生命的真光 当你看过的世界越少 你的眼界也会越狭小 当你看过的世界越多 你的眼界就会越宽广 一个经常旅行的人 一定有博学多才的知识 坚持不懈的性格 善解人意的心态 和独具慧眼的审美 你的见识有多宽广 你的审美品味相应的就有多美 运动的生活方式 现今的社会 物质生活日益丰富 工作压力日益增大 交际应酬日益频繁 然而身体却日渐虚弱 正如很多人都曾听说的 35岁以前拿身体换钱 35岁以后拿钱换身体 理想生活离不开健康 而保持健康的最好方式 就是运动 一个健康的身体 才能享受生命带来的 种种美好 才能把这种美好延续得更长 这才是最重要的生活品质 如今 越来越多的亚洲人开始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 一些人选择在户外跑步 骑车 在草地上晒太阳 还有一些人会去健身房锻炼 游泳馆游泳等等 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很会享受生活 很悠闲 也许运动占据了他们相当一部分工资和时间 但健康的身体是持续赚钱的条件和能力 运动不再是高中时期应付要做的广播体操 而是每日清晨对身体的放空 对于跑者而言 跑步旅行或许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丹先生选择马拉松 而且只对海外赛是感兴趣 尤其世界马拉松六大满贯 芝加哥 纽约 柏林 东京 伦敦 博士顿 每次参赛 可以一边跑步 一边欣赏美景 赛后 还可以计划自己的个人旅行 既可以锻炼身体 同时又可以旅行 路上还可以看看书 这便是一举三得的生活方式 当你爱上运动之后 你可能会不再腰酸被痛 还省了很多去医院的钱 你可能会慢慢戒掉了手机癌 认识了各行各业的新朋友 你可能会无法和同龄人一起变老 因为运动可以延缓衰老 你可能会对生活越来越有追求了 也提高了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你的身体有多健康 你的生活品质相应的就有多高 在所有的生活方式中 运动健身是最时尚健康的生活方式 而你会发现 一个有生活品质的人 绝对会科学运动 智慧手表 专业的运动服饰缺衣不可 生活得有品味的人 定不是那些年岁活得最长的人 而是真正热爱生活的人 如果你爱生活 那么生活就会爱你 一个极才华与美貌与一身 有高度的思想 有眼界的见识 并且热爱健康生活的人 才是最高品位的生活方式 我们常常忽视个人的边界 因为我们无法感知 到底什么是个人的边界 也无法界定 但是我们常常又能够非常清晰地感知到别人的边界 宽度决定高度 格局决定结局 我们常常讲某个人成不了大事 做事太小气 为什么成不了大事 因为他做事太小气 常常缺乏大气 那么什么是大气 什么又是小气呢 这就很难界定了 对此 有人会说 人应该胸怀宽广些 容不下人 你就无法成就大事业 有人会说 人应该不要为眼前的利益所限 为了眼前的利益 你会损失未来的利益 又会有人说 人啊 不要总是保守 要思维开阔 保守了 你就成不了大事 胸怀有多大 事业就有多大 这就是格局决定结局 眼界有多宽 事业就有多大 这就是宽度决定高度 意识有多新 事业就会有多大 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 人的胸怀是一个能包容的东西多少 眼界是一个人看问题的方式 意识是一个人性格的体现 一个人能够包容的东西越多 不仅能包容眼前的人与事 也能包含天下的人和事 还能包含未来的人和事 他的视野越宽 不仅能看到现在的事物的表象 及隐藏在背后的规律 而且可以看到过去的 及未来的事物的表象与规律 他的意识越新 他不仅能够包容一切 看到所包容的事物的本质 而且他在自己的思维方式 及意识方式 都能够使他个人接受 并随之改变 那么他的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由胸怀 眼界及意识共同作用 就决定了一个的边界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边界又如何确定呢 他的确定机制是什么呢 我们又如何通过努力 去改变自己的边界呢 如果不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那么就会陷入只知道概念 但不能落实的状况 平时我们也知道性格决定命运 也知道应该胸怀更广 也知道眼界要宽 但是常常当遇到具体事情时 还是不能拿得起放得下 例如 你也知道不能为小钱计较 但是当同事比你奖励多拿了五元 你还是心里不舒服 不舒服就不舒服了 但还会因此让别人说你成不了大事 一个人随着事业的扩大 他所面临的事情当然就越多 他会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我们经常能看到 做一个车间主任还可以 但是生到了生产副总就不行了 也常常看到 在一个小地方他能如鱼得水 但到了大地方却像是傻瓜一样 随着一个人事业不断扩大 他将会面临形形色色的人 形形色色的世界观 如果他个人的世界观能够融合别人的世界观 并能够将别人的世界观 在自己世界观里有序排列 那么他越会感到游刃有余 他的范围越大 能够融合别人的世界观越多 但随着范围越大 有序可能性就越小 最终变得无序 个人的边界就在于当他的世界观包容有序 度恰好等于世界观随机有序度时的位置 举个例子 我们一个人时 我们世界观假定也是单一的 没有吸收任何外界的资讯 那么有序度最大 这就是我们感觉到因而有无限前途的原因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不断吸收别的资讯 我们世界观内有序度就会开始变小 我们常常会感到矛盾 但能够控制 不过人与人之间就有了差异 你控制不了了 你的边界就到了 世界上有着无数的世界观 之所以能够存在 就是因为它们可以融合 融合不了 是因为我们受到自己的范围内重新排序的难度 你越能克服这些难度 你的边界就越大 这就是所谓的大器 一个人要成就大事 就必须不断扩展自己的边界 使自己能够更多融合其他的世界观 这中间 一个人世界观有核心成分 有紧密成分 也有松散成分 不断扩大你的核心成分 你的核心竞争力就会越强 当你的核心成分很小 动不动就与别的成分冲突时 你就表现得越小气 那么 你的核心成分有多大呢 这就需要你不断思考 不断调整 你的事业就会不断变大 你的思维模式 决定了你的生活方式 而你的生活方式 决定了你的生活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